俄罗斯硬核反击美国制裁措施 引领针对美元交易的团庭考察 这场较量 美元霸权的地位还能稳住交易台吗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来观点 近段时间针对美元的考验 一个紧接着一个冒出出来 自近日起 莫斯科交易所宣布将停止使用 美元和欧元进行场内交易 与塔斯社行动 此举是对美国最新制裁措施的反制 6月12号 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让莫斯科交易所列入制裁名单 第二天 莫斯科交易所就直接对美元和欧元说再见了 就在莫斯科交易所发出宣告的前一天 美国财政部一纸文书 宣布了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 莫斯科交易所不幸中价 直接上了黑名单 不过 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可不是好欺负的 这回呢 普京都染的发出警告 直接就在第二天给出了响当当的回应 莫斯科交易所直接就暂停了美元和欧元的场内交易 不光是外汇 就连贵金属 股票 货币市场 还有那些复杂的金融验生产 只要涉及到与美元欧元结算的几率面谈 不过交易所也没有挖路都给堵死 远期市场的交易仍旧是不受影响的 俄罗斯央行紧接着发声 补充到 虽然厂内不玩美元欧元了 但在场外市场 这些交易呢 还是照常进行 公司和个人也不用担心 银行里存的美元欧元还是很安全的 这个意思就是啊 美国想通过制裁卡罗子 俄罗斯呢 偏不朗易得逞 民间层面的天带子还是得流动起来 这背后的大戏可就精彩了 俄罗斯BKF银行主管奥萨德奇直接点出 美国的这波操作可能呢 会让美元的国地性带走 作与传球支付和储备货币的显要地位 美元怕是站不稳了 他还提到 人民币的风头可谓是越来越旺 在俄罗斯非现金交易市场中 人民币几乎是横行无阻 现在问题来了 俄罗斯的这波棋是不是只是一个退取 将来呢 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 看到呢 俄罗斯的坚决反抗 也开始重新考虑 他们手里的美元牌呢 毕竟 这些年 美国的制裁大帮四处挥舞 不少国家心里呢 早就憋着一口气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绝对主导地位 会不会因为这种反制裁的连锁反应 而逐渐松动呢 大家想想看 从俄国冲突爆发以来 西方国家的制裁是一个憋着一个 俄罗斯不仅没有像美国期待的那样被打垮 反而呢 在逆境当中找到了西德出路 比如呢 加强了与亚洲中东等地区的经济联系 推动了非美元交易的多元化 咱们看 如今 莫斯科交易所的这一举动 是不是预示着更多国家会效仿 让美元在全球贸易当中的角色逐渐淡化 总之 莫斯科交易所的这级重拳 不仅仅是对美国制裁的强硬反击 更像是一颗信号弹 告诉团世界 在国际金融制体中 美元霸权的舞台并不再劳不可破 未来的金融摆托或许呢 会有更多元更复杂的剧本等待上演 那我们就看着这股凡美元交易的浪潮 最终汇率成海的那一刻吧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